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一則新聞關於日本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大約三年前發生了一個現實版病嬌刺殺牛郎事件 該名女兇徒叫做高江遊街 其實大家記得,當年我也有報這則新聞 我對這則新聞印象很深 第一是因為刺殺的樣子很清瘦 上鏡時的照片也一度引起話題 很多人把重點轉移到女生的樣子 因為當年行兇時只有21歲 戴著眼鏡加上梳頭 看起來是絲絲文文 整個現實版病嬌就要笑,殺死人 這件事不知不覺是三年過去了 到底現在怎樣呢? 最近網媒日本報道 原來這個高江遊街已經刑滿出獄 出來之後 他竟然成為了KOL 問你死了嗎? 他活躍在一個大家知道的X 抖音等等 即是一些日本的網站和Youtube 放上自己的影片和直播 跟粉絲一起去互動 包括有玩這個 楊神 袁幼爺 他在Youtube上直播這個 原神 還有他會COSPAY 例如這個鏈鋸人 那個 雖然 人數不多 但也有很多人支持他 有些外國人都多 因為吃花生 他現在 出來都沒有東西 當年21歲 現在才只有24歲 仍然很年輕 但我還是喜歡他當年樣子多一點 絲絲文文 現在就變成一個 典型的日本女 即是日本的化妝技術和日本樣子 漂亮不漂亮 見人見智 但他自己表示 當年很後悔做了這件事 即是刺殺那個牛郎 據他自稱已經洗心甲面 希望重新來過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宗新聞 跟大家說一說 當年是他三年半前 二十一歲 因為就喜歡了一個牛郎 叫做劉悅 因為這個劉悅 總之是沉了船 每個月都要花100萬日圓 去撐他的業績 你知道牛郎的業績就是 要客人開香檳 什麼東西 即是跑數 這個女生高乾油街 當時就因為他 一個月賺不到那麼多錢 100萬日圓 我當你五算 起碼五萬元 差不多 十算就十萬 即是五算才是5% 總之不對你也知道為什麼 都要成五六萬元一個月 當然一般一個女生 21歲當然沒有這樣收入 他就用自己的積蓄 甚至借錢去幫牛郎撐業績 最後沒有積蓄的時候 甚至做援教 這些劇情很老套 狗血 跟喜劇之王 張柏芝 你不做雞哪有錢養我 不惜賣身 做援教 陪別人出遊 陪叔叔 出遊 賺這些 肉金 然後 把錢 丟到牛郎流穴 但是 大家知道 別人做牛郎 始終他不會對你一個客人 是一條心 他仍然是有接其他女性的客人 當高剛游街看到這個牛郎 有接其他客人的時候 他的佔有肉 就覺得 不行啊 我想霸殺他一個 於是他想了很久 他終於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怎樣才能跟他永遠在一起 就是 自殺他 殺了他之後 然後再自殺 一起死 他們就可以永遠在一起 於是者 結果 一刀插在肚子上 然後 最搞笑的就是 那個牛郎沒有死 插在肚子上 即是日本的包丁 包丁的意思就是 斬菜 即是煮食的刀 不知道怎樣形容 總之是包丁的意思 即不是菜刀 是那些 切東西的刀 類似都很利 插在牛郎的肚子上 但這個牛郎就沒有死 當時牛郎就重複暴 受創重傷 這個高竿猶佳 不知道是高竿猶佳 只是報警 還是有人報警 因為他在空岸現場 發生在大廈 類似大堂 有人看到他報警 高竿猶佳 並沒有繼續 殺這個牛郎 他就問了這個牛郎 一個問題就是 你到底愛不愛我 他據這個牛郎事後複述 他就說 因為當時很怕這個女人 會殺了自己 他就馬上說 我愛呀愛呀 我愛你呀 馬上老了 這個牛郎算是聰明的 因為看電視劇 很白癡 很常常看電影 就會說 你這死婆婆 我不會愛你呀 你這樣做 死到臨頭 還怕刺激不了 別人砍你 我小時候看電影 他就說 你答應他才不行嗎 幸好現實中 這個牛郎 死到臨頭 終於想通了 馬上說 很愛你呀 結果高光猶佳 沒有再痛下殺手 他就靜靜地 坐在那裏 點著煙 等警察來到 最後警察抓他 正正就是因為這幾個鏡頭 當年 令到網上很多人都很驚艷 不是可憐那個牛郎 而是驚艷這個女人 這麼有仙氣 他不像一個殺人兇手 我妻有奶 即當年 未來日記 其實現在都有人看 我相信 我猜游奶的現實版 即是斬救人 不過他沒有我猜游奶 斬他老母 那麼瘋 最後這件事就是這樣 你說牛郎怎樣呢 現在牛郎又沒有死 相反 他還用這件事 這宗新聞 改了一個藝名 即牛郎名 叫做不死了 Lula 不知為何叫Lula 是女人名 但他叫不死了 他熱絲 即是被捅了一刀 都還沒死 死而復生 所以就叫不死了 據知 都很受歡迎 因為很多女客人 都慕名而來 看看這傢伙 是否真的那麼堅醜 令到女人死心塌地養她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呢 至於你說這個牛郎 去了哪裡 其實他都不輸 不輸 看看官方的網站資料 其實他已經成為了一個 在新宿 新宿的一家牛郎店 已經做了一個支配人 支配人 其實應該就是 類似店長那些 都是一個 話事人的上下 即是你看到他已經升職了 那麼他的名字都改了 他不是叫不死了 他現在叫 Itermani 即是不會輸給 這個痛苦 他在網上非常喜歡病 不會輸給痛苦 他的年紀 其實今年都是24歲 其實跟這個高剛猶佳 是同齡的 到底他們兩個之後 之後呢 還會不會有些 接觸花火呢 真是不知道 當年其實這個牛郎 都知道自己 他公開說他這樣做是錯的 但其實說真的牛郎是做這些事的 客人自己尋船 其實你沒辦法 你做牛郎 難道接客的時候 跟客人說 你不要尋船啦 我們是 金錢交易 你不會 其實這些東西沒有辦法避免 我作為牛郎來說 只不過你的客人 遇到一些 瘋瘋的 你是不能控制的 我也是覺得這些事 都會再發生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 總之奉勸大家 適女或適仔 最重要是 戴眼適人 如果他有 精神病傾向 就不要玩弄 其實你怎麼都不應該 玩弄人感情 只不過是如果你玩弄 操作這些 統咬你 那些你自己好自為之 今天新聞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最後說回 為什麼我對這宗新聞有印象呢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自己的頻道 跟大家說笑 就是 我發覺打機影片 好像都沒有人看 其實已經感覺到 我記得大致上 那時候開始 嘗試說一些 在網上 或者一些新聞 嘗試說 我記得是差不多 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開始有想過 這個頻道 想轉型 說一下這些 新聞 或者有趣的 最後才 現在又不可以說成功 但是我當時 靠這樣 改一改 就突破了 這個十萬大關 以及在YouTube的收入上 都 很多 其實 因為當時有幾多人是懸吊著拍的 甚至乎是 可能幾天才出一條影片 而這些影片都不知道 是出一些很艱難 因為那時候怪彈 已經沒有人玩 總之我自己不喜歡玩 已經開始 沒有什麼題材可以拍的 其實覺得 因為我要做 如果你不做到 每天出片 或者view數很高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意義 你不論你四、五天出了一條影片 就算你有幾萬view都沒有用 因為你也是賺不到錢 所以就是 這宗新聞 那段期間開始轉型 所以其實我對那時候的新聞比較有印象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裏 先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見 拜拜